哈喽大家好,我是爱迪先生 那今天我打算啊,来更换夹克的拉链 那这种夹克拉链都是比较长的 那一般来讲拉链的话,比较短的就是裤子 那真的是长度差很多,各位看一下 这裤子的拉链,这是夹克外套的拉链 差大概三四杯有啦 那像一般夹克的话,大概就70公分应该就够了 当然随着这个size的不同,多少有一点差距 不过成人的话大概70公分差不多 那像我手上这个是属于金属拉链 其实拉链除了这个金属之外,还有尼龙拉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尼龙拉链 尼龙拉链应该算是比较便宜的啦 也比较不会掉尺 因为它是一条尼龙线这样直接上来 所以没有什么掉尺的问题 那金属的话有时候会掉尺 尺有可能会,因为它是一块块金属夹在这个布上 有时候会脱落 那还有一种,这种叫做树脂拉链 长这个样子,尺很大的,很豪迈的 树脂拉链 那树脂拉链有个缺点就是 各位看到这个缺点 你看老化整个都脱落,你看 哇,这实在是很糟糕 那这件衣服就是因为这个拉链就不能用了 那很可惜 那我打算今天来把它更换一下 那各位可能觉得说 哇,这衣服这么大件 这更换拉链一定很麻烦 其实不会 事实上,这种裤子的拉链 它的困难度比这个困难三倍 裤子哦,非常困难非常难换 但是这个呢,在我看来是非常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可以摊开嘛 你裤子没办法摊开 裤子因为它是绷在一起 低档地方夹在一起 所以你不好操作 那这个衣服的拉链 它就是车在这里而已 这一条直线 你只要把这个拉链拆掉 把它拉链塞进去再车回去就好了 前端也很方便 后端也很方便 都是直接车过去而已 两边都一样啦 这个在内部 它因为有一个外罩罩子嘛 事实上里面的都是一片布 然后把这个拉链 车上去这一条 那目前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 将旧的拉链拆除 这可能比较耗费时间 车的话应该是比较快 那我们就来把它拆了吧 拆拉链的话 你就是小心不要把布拆破就好 那就拿了一个比较 利一点的小刀来拆就好了 那会比较好拆 好很快的 我们已经把这个拉链拆下来了 那这个拉链在这一侧的话 是含在布条上面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把拉链先车在这个布条上 另外这一边的话 它没有含布条 它这个布就直接车到里面去 这样就好了 这有上跟下 把它车住这样就好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布条把它取下来 然后先去车这一段 好那我们把这一边的拉链车在布条上 好 当然一开始的话 就是要起针跟回针嘛 好 我刚才有讲的都是直线 所以很好车 好 好 好 末端裏要回整一下 把它剪下來 那就把它車進去 這邊的 它這個沒有很寬,大概 一公分左右 這個拉鏈就把它塞在這個裡面 我們翻個面好了 因為這個視力不太好 車那個黑的感覺看不清楚 車回去也是一樣 一開始都是要起針跟回針都要有 這個動作都一定要有 那變成這邊是比較靠近步邊 所以說 要小心車就可以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沒有拉鏈頭的這一次 我們已經車好了 好,它到這裡 車好了 那當然這殘渣 到時候再把它拉一拉就好了 它原來是有用雙色線 不過我上下都是用黑色的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它更容易車 因為剛才那邊還多了一個布片 這邊沒有 所以這個拉鏈就直接塞進去就好了 好,我們把拉鏈塞進去 然後放到這個壓腳下面 就可以開始車了 騎士點固定比較麻煩 你只要騎士點固定好就沒事了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種壓腳的話 它就是會頂到我們這個拉鏈頭 或是拉鏈的地方 那事實上如果車拉鏈的話 你可以採用一個比較小的 叫做單邊壓腳 就是說我們不要讓這邊去頂開我們的這個布 不然你會測不到它的布邊 這樣子 事實上 為了拉鏈這種東西 它有另外設計一種 叫做單邊壓腳 不過還好的就是說這種 拉鏈算是尺寸比較大 比較不會去碰到 像這種正常壓腳也還OK 有的拉鏈比較小好的 那真的就是要用單邊壓腳 好,那我們已經快測到末端了 那末端這邊 你可以將這個 頭部跟它緩折 這樣的話 你那個拉鏈頭才不會衝出來 那當然尾端的話就可以多回個幾次了 比較牢靠 好,那我們剛才花了一點時間 先將兩條拉鏈把它扯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拉鏈頭在這裡 把它插進去 這樣是不是很棒呢 自己花點時間 花了一點點錢 將這個拉鏈就修好了 那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試著做做看 那今天就為各位交到這裡 謝謝各位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